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各位打開教材第72頁 上個禮拜我們提到茶道這個問題 茶道的這個整個歷史的脈絡 跟各位已經介紹過了 一開始是有一位叫做榮熙的人 也就是後來在見人士裡面 擔任住持的這一位榮熙 他這個到中國去取經 但順便把種茶的技術給帶回到日本去 那我記得上個禮拜也跟各位講 茶它原來是一種好像是藤的這樣的一個植物 它是盤在樹上長得很高大的 這個我們現在的茶的這種概念是很難想像的 而去把它這個轉換成這個栽種的技術 然後種到這個地下來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因為榮熙他對這個茶自己有一套看法 所以他寫了一個叫做吃茶養生劑 那麼他認為這種東西是這個天上 上天所示的這種最好的一種飲料 所以他就繼續去給他發揚光大 那麼當然也有一個故事就是 蓮昌墓谷裡面一個將軍 叫原石草他得了糖尿病 然後榮熙就去茶給他喝 結果治了他的糖尿病 所以榮熙就在這個種茶吃茶這一塊 在日本就非常有名的 那現在我們繼續講下去 就在十五世紀的時候 日本有一個著名的禪師 叫一修 那這個一修經常在漫畫上出現 一修和尚 有沒有 各位聽過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禪師 那一修的下面有一個高祖 這個人物就叫做 村田珠光 他創了一個這個所謂的四鐵辦的這個茶道 那我想四鐵辦就是標準的那一種日本的和式 有沒有 剛好四鐵辦 那個鐵就是榻榻米 榻榻米有四章辦的意思 那因此呢他被稱為和米茶 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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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米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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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這個Muradajuku 他們本身是一個禪師 對禪學他就有一個很高的這個造詣 那跟這個喝茶連在一起 而創出一種所謂的Wavichia的這種意境而來 就是說心靜的或者是極靜的 達到一個其實無需言語去表現的 那種喝茶的意境 我們今天在台灣經常說來泡茶 那個是炒得要命 有沒有 這個大家說算道事了 那一種完全是相反的一種意境 是不同的 所以它是在清新 在這個茶道裡面是一種 禪道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思想 那基本上就是說我們喝茶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種說很甘甜的 如果我們很直覺的一個 那個感覺就是享受 你喝到好茶的時候 它會是一種享受 但是其實在極靜的這個心靈裡面 它是一種節慾的一種心靜 這是要去體會它才可以 所以你看它其實查到 它是有不同的那種修身養性的一種功夫存在 那接著下來介紹的這一位人物是一修 也就是說一修中存 它是林祭中的一位禪生 當然是士庭時代 正式的它的年代是在1394到1481 那各位如果到京都去 有一個寺廟叫做大德寺 大德寺就是林祭的這個 林祭禪的大德寺 它是大德寺的一個 有人稱它祺生 就是它是一個除了懂禪學 懂茶道 他還懂詩 懂書法 也會畫畫 因此被稱為其實是非常多采的一位祺生 那麼尤其是在這個茶道這個部分 是受到大家的一個肯定 那一修是它的號 它還有一個慧 慧叫做中存 那通常是被稱為一修 這樣子 那所以它悟出了一個所謂的空極茶 就是我講的這個極境 這個挖米茶 這樣一個意境出來 那後來這個茶道還經過一個叫吳也紹歐的 有一個人 這個人把茶道推到另外一個境界 就是說茶中有禪 其實禪 茶 茶禪 是混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這樣 所以茶道 茶中有禪 就是茶禪一體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麼其實它下面有一個高圖 這個高圖就是 Powerpoint 各位看一下 最下面這個 千利修 千利修 千利修這是五野的高圖 大概也跟各位做一個普通的介紹 那這個十六世紀的時候把這個禪道跟挖米茶 來把它一起發展 這個禪跟茶大概就是五分五分這樣 融合在一起 禪、茶這樣子的一種 怎麼說 講平等互惠又有點奇怪 總之把它平衡 把茶跟禪的這個百分比 做了一個平衡這樣子 那這個叫做立修茶道 就是千利修 他自己發明的一個叫立修茶道 那就慢慢的 其實這個茶不希望說 只有讓貴族來享受 往平民的方向去發展 一般的庶民也希望能夠喝到茶 也希望能夠悟到禪 大概這樣子 所以也慢慢往平民的方向發展了以後 另外有一個名稱又出現了 叫做新茶道 新茶道就出現了 所以在這個新茶道的一個核心理念裡面 結合了大概幾個字 一個是核 一個是敬 一個是清 極 各有不同的意境 每一個字都代表這個茶道裡面最高的意境 如果你沒有誤產的話 光是喝茶你也理會不出來 那麼這個是日本茶道的一個基本的宗旨 就是核是用核來推行的 那敬是它的本質 那清是在 居以清潔的這種高位 那極呢 極其實是在 我們說什麼 養智 在養智 這樣子的一種 這個意境 所以大概我介紹到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茶道大部分是形成的 那這個PowerPoint裡面 這個Saino-Riquiu Saino-Riquiu它比較晚一點 大概是16世紀中期到末期 這已經到戰國安土時代 戰國安土時代的這個人物 但他另外有一個稱呼 大家稱他為茶聖 茶聖 就是河茶的聖人這樣子 那 其實日本的茶道 如果一以道之 就是被人民視為一種修心 養性 學習 禮儀 然後再進行人際 交往的一種 非常有效的一種方式 所以它可以流傳到現在 其實 講到這個茶道 我們回到榮溪 到中國去取君的時候 其實中國早期在宮廷裡面 有一個叫茶宴 這樣子的一個儀式 但是那個是平民享受不到的 是貴族在宮廷裡面喝茶的那種情形 叫茶宴 那後來延伸到平民之後就有一種叫做豆茶 那這個豆字其實不好啦 有沒有 那個豆是什麼 彼此在競爭嘛 那跟前面我想的 講的那些禪學的精神完全是不對啦 因為你喝茶不是拿來競爭 可是你看現在我們的茶也好 米也好 要競爭 就是茶要拿來看看誰種得最好 然後全國第一名 他就可以一斤賣幾千塊等等 那只要是有這個豆的話 其實就已經失去那個禪的意境了 前面講的那個幾乎都沒有用了 可是畢竟是平民 他們就會說我的茶比你好 要不然你喝喝看 他說我也不輸給你 你喝我的茶看看 好 那咱們來比一比 那最後就大家就商量出一個遊戲規則來 那其實是什麼 是比曬誰的茶好 叫做豆茶 那人類很喜歡比嘛 比如說到最後有豆雞啊 豆牛啊 那慈禧太后是豆蟋蟀啊等等 都在豆 有這個豆字 那這個就不是很好的 但是他其實也是形成說 一個當時日本茶道的一種 民主性跟他的風格 那麼當然也跟中國的傳統的 這個所謂的茶宴傳到日本去 有一些變化不是很相近的 這樣的一個意境 這個部分我想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所以這裡面 下面各位看一下那個72月跟這個73月 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那有關於茶的這部分我想 我就做了以上的一個補充 那下面 這個看一下就是EQ 其實這個照片到底是不是他也很難說了 就是說大概想像吧 這個也不是當時是不是就是他這樣的一個照片 也不得而知 不過在Image裡面就是這個樣子 四挺時代的靈跡中的一個產生 這個各位也看一下 也就是說查到裡面的茶油裏埃跟這個豆茶這樣的一個情形 再來介紹水墨畫 水墨畫 各位看一下73月的這個水墨畫 那中國大概就宋朝到元朝的時候 傳入日本的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文化的財產 叫做水墨畫 好 那開始這個繪畫的目的是以宗教為主 那最後變成一個以自然的描繪 為主體的所謂的山水畫 那禪真所以畫畫 第一個是比較偏向宗教的 所謂的禪跡畫 一直到水墨畫 那水墨畫 顧名思義是水跟墨 所以它是黑白的 沒有著色 沒有彩色的 是這個樣子 這裡面我是介紹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是叫做雪舟 雪舟是日本漢畫 漢畫就是中國畫的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水墨畫家 他其實也是京都相國室的僧人 他原來也是僧人 那他在這個 各位知道其實在禪室裡面的僧人 多才多藝的 他不是只有董禪而已 他有很多這個才華 所以在這個相國室裡面有很多僧侶 其實是很會畫畫的 那雪舟就在這個相國室裡面 學到了一些繪畫的一個技巧 所以一開始他是這個 大概主要畫的是宗教人物 就是我們現在提的這個宗教畫 這個禪跡畫 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後來廣泛的取法 把中國的唐 宋 元 這三個朝代的一些水墨畫的畫畫 給知道了一點知識 在1464年的時候 雪舟離開了相國寺 1467年他終於有機會 訪問這個中國 那麼他在中國完成了一個 他初期的訪華的一個作品 叫做四季山水畫 春夏秋冬 四季的山水畫 這個是他到中國去 這個很有名的一個作品 另外他在山水畫的藝術的一個巔峰裡面 在1502年的時候 有一個山水畫叫做 這個天橋立不太好唸 叫做天橋立 這個在京都府的北邊 北邊很北的一個地方 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各位這個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天橋立 這個天橋立 怎麼講 就是他從山上看下去有一個湖 那麼這個湖中間有一條小鏡 很棒很棒的一個景色 他去根據這個天橋立的景色 去畫出一個山水畫 那麼這是他藝術的一個巔峰 天橋立的圖應該是非常有名 所以就沒有弄在PowerPoint裡面 你只要打這四個字 然後找圖片一定跑出來的 那請各位自己看一下 所以他在把這個山水畫這個部分 注入他自己的一種畫風還有情感 來開拓他自己特有的一個 這個山水畫的一個意境 而影響到後面很多日本山水畫的一個畫家 這個是雪舟 其實他早年也就剛剛講的1467年到中國去的時候 他是遊歷了很多山川風景地區 主要大量的這個去sketch 去寫生 寫生去了 所以山水畫其實經常是sketch的 像這個天橋立的字 他也是寫生而來的 那回來以後他是去了兩年左右 1469年的時候回國 回到日本以後他就離開了禪寺 那離開禪寺以後他就往西日本那邊走 在九州有一個縣 不曉得各位知道 叫大尾田間 知道了幾首 大尾田間 不知道 大尾田 大封縣 他走到大封縣 還有一個山口 各位比較清楚吧 三口縣 你們就知道了 到這兩個地方去 去開他的所謂的圖畫樓去了 然後去創作他的水墨畫去了 所以他就除了說在中國完成的這個世紀 山水長卷 世紀山水畫跟這個天橋立土之外 其實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 我舉的只不過他的一個中國的代表 一個日本的代表而已 事實上他還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就是說在這個時代提到水墨畫 那大概不做第二人選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就是世紀山水這一個人物 那麼他的地位就是這麼重要 所以他把中國的山水畫 注入日本民族的一種特有的情感 那這個是非常柔和的東西 是一個socdo的一個東西 那因為這個要把它融到 把那個在中國學到的那個畫畫的這個技巧 融合到日本的這個非常寫實的一個山水的場景裡面去 所以這兩邊其實都要去得到吧 應該就是說你必須要真正的去領悟一些現有的食物 跟那個他原來有的那個技巧 兩個結合在一起 才能夠創造出具有日本非常有特色的這個水墨畫 所以這個水墨畫簡單的稱又叫做漢畫 各位就知道了 比如說儒學 我們又稱為什麼漢學 漢學包括儒學 儒學不能包括漢學 因為漢學它的那個範圍是比較廣泛的 那麼到這個山口去的時候 有一個諸侯 這個諸侯叫做大內政宏 大內政宏他自己本身也做學問 也畫畫 在醫術的教義也不錯 所以他很早從這個聖修在京都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有耳聞了 說這個聖修這個人非常的有名 所以他就歡迎他去 歡迎他到山口 事實上他那個地方叫做舟房 就山口 那個地方 那麼他這個蓋了一個 算是鄉間的一個豪宅吧 給聖修自己去自由地遨遊飛翔 讓他去有靈感 去做畫去 但是聖修可能是他喜歡到處遊走 他去看了一下 大概有住了一下吧 然後最後是拒絕 這個就定居下來 他喜歡到處走吧 所以不過他也把當時這個大名就是諸侯蓋給他住的這個房子 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雲古庵 雲古庵 事實上他沒有做很久這樣子 另外還要介紹就是說這個大內其實是西日本的一個非常有利的一個諸侯 所以當時已經是明朝了 大概明朝初期吧 所以在明朝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到的 第一個就是中日貿易 也就是說當時代的日本直接跟明朝已經在做生意 而當時代的日本他並不像後面我們要講那個時代的德川時代這樣子 有一個非常統一的政權 因為是這個戰國嘛 所以其實西日本他自己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就自己就跟明朝在做貿易 那麼在做貿易的時候當然這個就有一些 對 什麼叫利潤 那在九州有一個港口叫博多港 也是歸這個大內來管轄的 所以當時明朝的文物 藝術品 他可以直接讓他從博多港進來 甚至於其實山口他也有一個商港 總之博多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商港 特別是在宋朝的時候 他是中國人非常喜歡去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們如果到博多 也是現在各位到福岡去搭地鐵的時候 那個地鐵有一站叫做唐仁町 叫唐仁町這個站 那其實如果研究中世紀跟近世的這個歷史的人 把九州的地圖彈出來以後 說整個九州到底哪裡曾經住過中國人 那用那個Guraf去統計的話 從北到南點不完 非常多的中國人到了九州 因為地緣的關係 其實當時從上海 各位給他畫一條直線 在緯度上畫下去 幾乎就是等於長期長崎 其實很近的 那不管是你偷渡也好 漂流也好 或真正的做貿易也好 其實再怎麼走都會在九州山口附近就上來了 那當時進到博多是很正常 因為博多是一個怎麼講 很有人氣 做生意很好做 可以生意興隆的地方 那麼大家一定會往那個地方走 所以博多就成為一個非常繁榮的一個港口這樣子 那所以接觸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當然摯襲他也有所動心 所以其實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麼摯襲才了解一些中國的水墨畫 他到中國去的時間其實對他來講不是很年輕的 他已經47歲的時候才去 47歲的時候才到這個中國去 那那個時候士廷幕府裡面 包括大內或者是雄本 現在的雄本番 這個殘様叫做細川 這個細川是一個加成的 細川到現在還是一個貴族啦 細川各位知道 細川 所以一直連繫到1874年費繁治縣以後的 雄本縣的縣之士也叫做細川 有一位很有名叫細川傅希 那這一位細川曾經擔任過日本的首相 那他也喜歡畫畫喔 是不是跟他的祖先流傳下來 到現在有所影響 我不知道 但我個人很主觀的一種推論 我覺得是有 因為細川就是一個貴族 是一個貴族這樣子 那大內也好 細川也好 他們當時都跟明朝在做貿易 做貿易要花很多錢 第一個 你要造船耶 各位想一想 在當時代要造一條船有那麼容易嗎 要花很多人力 物力 財力 那他如果沒有賺錢 他何來造船的能力呢 所以表示他們是非常富有的這樣子 所以後來他們出去 其實是跟這一些九州的一些諸侯 他們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我要介紹 就是說那個船到中國去 那麼又回來 各位可以想像到 絕對不是只有載人而已 既然是貿易嘛 那貿易的話就會想到說 當時帶著日本船 帶了什麼到中國去 各位想一下 這第一個 然後到中國去了以後 比如說像Sexu還有一些和尚 他們其實目的是在取經 或者是去學畫畫 是沒有錯 可是做生意的人 貿易船進到中國去回來以後 一定要帶一些中國的貿易品嘛 回來賣嘛 有錢嘛 請各位思考一下 當時代的中國人 喜歡日本的哪一些貿易品 相反的 當時代的日本人 喜歡中國的哪一些貿易品 那我們先來說 日本的船去中國 帶了什麼去 各位猜一下 來 帶了什麼去 你們想一下 當時代的中國人 喜歡日本的什麼 總有吧 跟各位講 那個時候其實日本已經很有戰爭的經驗了 所以跟戰爭有關的武器 他都喜歡 盔甲 日本刀 這東西 帶過去 大概可以賣錢 還有什麼 日本人很會做扇子 到現在 一把扇子 都是一兩千塊 我的抽屜裡面還有一把扇子 上萬塊的 都是日本人送的 我也捨不得用 但中國人不可以送傘 會散掉 有沒有 日本人才不管你 經常就送傘 我大概看了他包著什麼 一打開來就傘 趕快包回去 可是想要送人 又想到說 我們不能送傘 所以我就有很多傘 但是每次要送人的時候就要說 你借不借意 然後每一個人跟我說 不借意 你再拿多幾把給我 這樣 其實我現在也在用 特別是熱夏天的時候 其實帶了一把那個可以伸縮的日本傘 還是可以散 還不錯 特別是熱的時候 所以這個傘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漆氣 還有屏風 還有如果在這個經濟的這個貿易 這個部分來講 還有銅 銅 還有什麼 硫磺 金沙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基本上 大概就是日本的 中國的很喜歡的 那相反的 這樣各位有一個印度 從中國帶什麼東西回來 氣 陶磺器 陶磺器 日本人很喜歡 還有什麼 生絲 叫做 Kiido有沒有 生絲 生絲可以織布的那個 絲織品 這個東西 還有錦段 這個也是 還有什麼 藥材 藥材 香料 香料 還有 佛具 佛 因為他們去很多 生理去取金 那這個要傳佛法的時候有很多佛具 甚至於你的畫 中國的畫他們也喜歡 當然那個銅錢 銅幣 那也是他們喜歡的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也不能花太多的時間 不過跟各位講其實這個部分還蠻有趣的 就讓各位了解一下 大概是這樣 接著下來 接著下來 七十三頁最下面我想跟各位介紹一個獸野派 Kanoha有沒有 Kanoha這個地方 那麼我們講就是說這個從中國 傳到日本的山水墨 大概以蓮倉時代為主體 到士廷時代以後 這些山水墨就開始慢慢融合成為 具有日本風所謂河風的一個山水墨 所以各位在你的概念裡面應該要有釐清的一個想法 也就是說 中國的山水墨你要看是什麼時代 不能一下子把它畫上等號說 從中國的山水墨直接傳到日本 就等於日本的山水墨 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 日本它自己本身是一個島國 各位很清楚 所以資源很少 因此它的國民性比較封閉保守 所以甚至在江戶有兩百六十幾年鎖國的時代 就基本上不跟人家往來 那我們比一個成個人的話 就是一個人很孤僻 他不想要跟人家往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對不對 但是它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我雖然不想跟你往來 不主動的跟你往 但是我開放讓你進來 瞭解嗎 就是說我不主動的去跟你交攀 可是你要來我歡迎 這個也就是說 它對外來文化的一個社群 是採取開放的 是開放的 因此東西可以進來 那所以很大宗的就是說 日本文化的一個發展 一個是外來文化 一個是再來文化 就是他們本身有的文化 而這兩個文化會融合在一起 包括 包括神道跟佛教的這個關係 包括儒學這一塊和學的關係 其實進到日本以後 你都不能畫上等號的 山水墨一樣的 不可以畫上等號 那這個是會有一個融合的這樣一個過程 這請各位一定記住 那這個融合的過程 絕對不是一個月兩個月 或者是一年兩年都不是 我們應該可以想像成 它是一百年兩百年以上的歷史 才慢慢轉型融合而成為 我們可以講說那是日本文化 那如果你有能力去判斷說 經過兩百年經過六百年以後 融合出來 就是從跟外來文化結合出來以後的 淬煉之後的日本文化到底是什麼東西 如果那個東西你懂了 我想我們這堂課就沒有白上了 大概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給你學分了 我的責任大概也了 為什麼我堅持要開這個傳統的日本文化的課 因為在台灣實在是很少了 我到各個大學去看一下他們的這個課程表 在上日本文化 翻了一下他們上什麼課 我簡直不敢相信 對 如果這樣繼續上下去 我覺得真的沒有辦法去了解日本文化 甚至於皮毛都沒有 但你放心 這個在台大絕對不會 因為有徐老師在把關跟各位作對 不會讓你們很輕易的就畢業 無論怎麼樣 我想這個是我要做的事 而且我堅持要做的事 因為這個非常重要的 那將來我想會再跟各位提一些 這個升學跟就業的問題 那我覺得特別是將來各位 如果在升學這一塊決定了以後 我覺得日本文化這一門課 你要好好再去給它多加涉獵 對你將來一定會有幫助 這個除了徐老師說了以外 很多你們的學長姐會可以印證 絕對不是我一個人在那邊吹牛 總之我希望各位能夠多去做一個了解跟涉獵 那這個KANOHA就是融合水墨畫的一個技巧 然後把它融合成為一個所謂的大合繪 YAMA TOE 那YAMA TOE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日本畫嘛 對不對 那這個日本畫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畫派就是壽野派 這是日本繪畫史上最大的 那它的畫派在日本活動的活躍的時間非常的長 從士廷時代的中期大概15世紀就開始了 一直到江戶時代的末期19世紀大約整整有400年之久 這個大合繪將整整有400年之久 那麼它是一個怎麼講 這個大合繪裡面的一個職業畫家的一個集團 又有人稱作御用畫家 御用畫家這樣子 那麼他們壽野派是以這個歐雅庫的爸爸傳給兒子 還有一個兄弟 兄弟之間 血淫的關係為主軸的一個職業集團 所以剛剛講過大概400年 前前後有四個世紀長的事情 是均臨在日本的整個所謂日本畫的這個畫界裡面 我想這個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各位看過那個Kandedan那個節目沒有 看過的舉手 有吧 Kandedan 非常好看 這個我只要有空 我就去看 那麼比如說誰家有一個市場品 一個畫 然後那個畫不知道是誰畫 只要寫兩個字Kano 那你拿出來很可能就是上千萬 幾百萬 對不對 可是那就要Kandedan 為什麼 因為印評很多的 假的 後面的人模仿的 非常多的 落款 現在可以落款造假在99.9% 為什麼 因為你看那個 我們的鑰匙都可以百分之百的複製 那柯印章的三角包一項鍵 有沒有 可以刻的百分之百完全相像的 所以他蓋下去的落款也是找真假找不出來 你必須從那個畫的歷史 他多久 他的指是怎麼樣 他的這個下筆 畫風怎麼樣 有專家的人去判斷 所以那個Kandedan 其實會介紹你很多很多的 這個知識的 那如果有Kano一出來的時候 哇 不得了的 問題是他可能是造假的 那麼我聽過一個 應該是一個專輯 事實上Kandedan 其實人都這樣 樹大招風 而且人一忙的時候 根本沒有時間去畫畫 那他收了很多徒弟的 這個徒弟你像他 就Oyako跟Kyo Tai 這個直系血清 一直延脈下來 他還是有龐系的人 想要進到這個Kano的這個集團裡面來 所以他覺得可以的話就把他吸收進來 吸收進來一開始叫他出錢的這個畫畫 那聽說到最後 因為他的那個畫 需求量很大 只要是有名的那個世代 這個隨便簽兩個Kano 這個字 出去就是賣錢了 所以聽說他的那個後面 就是他畫畫的那個工作室裡面 很多那個比亞那些畫的東西 甚至於有拿掃把在畫的 那聽說都不是Kano 他本身畫的 只是畫好以後叫他才落款而已 叫他才落款而已 因為共不應求 共不應求 實在是這個只要人有名的話 你看看這個什麼都會來的 對不對 其實要講別的 但是算了 不能講了 我要講的就是說 還是不要講 因為講了沒有時間了 所以我們了解一下這個Kano 的這個集團 那最早的就是叫做壽也正信 這個最早的壽也正信 他是Kano 裡面的一個始祖 那其實他後來的這個子孫 我們在這個士庭幕府這個崩盤了以後 他們各自成為 比如說織田信長 這個後面還有一個封城秀吉 一直到德川家康 這個世代裡面他們都是作為一個 我講的是所謂御用畫師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他是有專業跟權力結合在一起的一個集團 是很強的一個集團 是當時在日本畫壇裡面最大的一個集團 從城內 城外 寺院 里里外外 一直到有一個很重要的 Kano 非常有名的一個叫小壁畫 就是畫在那個秀里上面的 畫在那個門上面的那個畫 各位將來如果你們有機會 比如說到那個京都的二條城去 二條城 你上去要拖鞋有沒有 然後走路會有 會有聲音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對 就是說他很厲害他的製造 他就是當時沒有那個security的那個system 所以他做的時候就是說 你在裡面的人 將軍或者是高層的人 房子 人家進來暗殺 那只要走到那個走廊就是隱外形 像我那麼胖的人聲音大一點 那如果這個比較瘦的人還是有聲音 但是不會無聲 不會無聲 那是題外話 但是各位看到的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你們去二條城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都是國寶級的 遠遠望去 那個是珍品 那個是無價至寶的 就畫在上面的 當然不一定是Kano 但我相信有的 就是後來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將軍 叫做德川慶喜 在明治天皇出現以前 就把政權還給天皇 叫做大政奉還 有沒有 的地點就是二條城 所以那個有機會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裡面有很多是障壁畫 還有一種像中國人比較喜歡的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扇子 有沒有 一個扇子 可以打開來 然後在上面畫 畫完以後 它其實可以帶著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扇 那一個就是欣賞 你一打開來 它本身就是一幅 非常好的一個作品這樣子 所以這個對於日本的美術界 繪畫界 是相當大的一個貢獻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Kano 在文獻的這個作品上面 其實他們也留下很多很多這個東西 素材 這些素材是無價之寶 但是有一次已經很久了 日本的東北大學請我去演講 演講完以後還有一點時間 就是離晚上吃飯還有一點時間 那他們的教授就問我說 徐老師 你要不要看看什麼 或到哪裡去走一走 那我通常我的答案很簡單 就想到圖書館去看一下 當然圖書館不是去看一般的藏書 我要看貴重書庫 那你要趁這個時候 你的 怎麼講 比較特別的時候 你大概有一點特權 他會帶你去看 你一般人說你到圖書館裡面去 你就是在越南寺吧 你看不到什麼這樣 他說你如果要到圖書館去 那太好了 我就帶你去看那個Kano文庫 那其實我說 我不好意思講 我不敢奢望能夠看到圖野文庫 其實我很想看 我知道有圖野文庫 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說沒關係 今天特例 我帶你進去 你一個人進不去 他就帶我進去 我進去其實那天晚上我都不想吃了 可是不行 因為大家等著要交流這樣子 我進去看到Kanoa的一個文庫 嚇了一大跳 裡面有正成功的文獻 裡面有中國的 包括我研究的朱順水的文獻 絕對不是只有日本的東西 而且他超本很多 甚至於可能有真本 那多的不得了 所以我一直留在我心目中 我一定還要去 那上個月還是上三個月 我們請了一個東北大學 現在在日本的神道跟佛學裡面 應該算是第一人者的 這個佐藤鴻夫教授來演講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去搶這個機會來聽 我們都有公告 可能你們沒有來 那天他來演講日本的神道 做得滿滿滿 塞得滿滿滿 雖然是下雨 不過這一位佐藤教授他是很難請的 你不容易請他來 當然我個人跟他有一點失交 那植伊莫先生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兩個聯合邀請之下 他不得不來 那來了以後他發現台灣大學非常棒 他想要再來 那吃飯的時候我就告訴他 我想念Kano Bungo 結果他回去以後就寄了兩本書來 寫了一封信 他說隨時歡迎你來 只要你願意來的時候你跟我講 你抽出時間 讓你看Kano Bungo 我還要安排你住宿 機票你自己戶 大概就這樣 所以我期待 一定會去 那去的話我希望待個兩三個月 待個兩三個月在仙台 好好把那個資料給做了一個調查吧 我想這個是我的最愛 這是題外話 好 我找到了 其實PowerPoint裡面有 這個是世紀山水圖鑑 裡面的秋冬的山水圖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這裡面世紀山水圖 這邊是我講的天橋立圖 這做一個補充 所以山水畫其實就是黑白的 那大和會裡面 我剛剛一直在講這個Kanoha 其實還有一個是Tosaha Tosaha的畫風不太一樣 它其實有它的特色 只是它沒有Kanoha這麼有名 整個怎麼說好的地方 都被Kanoha給搶走了 給掩蓋了 但是其實這個小的畫派 其實有它這個小而巧小而美的地方 也不可以忽略 只是真的它比較沒有名這樣而已 好 那接著下來我想我們就來介紹 請各位看這個教材 教材在第74月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結束 那這個 各位一邊看教材 一邊看PowerPoint 一邊聽我解釋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這個比較專一點 不太容易懂 第一個是講到能 能它的起源在那兩時代 是從中國傳來的所謂的三額 善樂 那麼大概就是八世紀左右的時候 後來傳到日本以後 是變成日本獨有的一種 一種舞台的藝術 能是佩戴面具 演出的一種古典歌舞劇 一直延伸到從蓮倉後期 士廷初期之間 創作完成 那能可以在日本作為一個代表性的 傳統的藝術 跟後面我們可能要介紹的 歌舞劇 歌舞劇 一統在國際上享有非常高的一個聖名 那所謂能 又稱為能樂 在名字以後又稱為能樂 我剛講的就是說能是古典的歌舞劇 那還有一個是叫做狂言 狂言是古典的傳統的喜劇 那麼所謂的狂言是什麼 就是有能這個東西 那能 能跟能的這個歌舞劇的中間 會有一個休息時間 這個休息時間的表演的這個短劇 就被稱為所謂的狂言 那麼這個狂言通常是緩和一下 因為這個能比較不容易懂 它是古典的一種歌舞劇 那狂言就來一個傳統的喜劇 在那邊串藏的 也讓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的 那麼大概是這樣 那這裡面表演 大家可以看到三種的情形 一個是能有一個樂師在那邊 一定有樂師 這個樂師有樂師的演員 狂言有狂言的演員這樣子 那它是按照這個戲曲 戲劇的計畫 還有演員也有所不同 而延伸出來的一個綜合的一種歌舞劇 或者是傳統的一個喜劇 大概是這樣 那所謂廣義的來講 能跟能樂它是相通的 這兩個可以說是相通的 那中世紀以來就被稱為 能樂又被稱為一個 三魯楽 元樂 猴子 元樂 有元樂這樣的一個稱話 還有僧樂 僧 其實僧就是猴子 僧 像我呢 是猴年出生的 我出生的那一年一定有一個生 應該是秉生吧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大概也讓各位知道 那到明治初期的時候就改成為能樂 那能樂就是一般的 這個通俗的一種講法 那從能樂的這個表演慢慢的轉向的 出現了後面有所謂的歌舞技 歌舞技的一個舞蹈 歌舞技的一個舞蹈 還有一個日本舞蹈有沒有 轉型到現在的日本舞 日本舞蹈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什麼時候會做這些表演 通常是有祭祀 就是祭典的時候 很容易來表演這個鄉土的藝能 在神社 特別是祭拜這個神社的時候 大概這些傳統的表演的記憶 大概就會出來 那能基本上是 雖然有樂師 但基本上主角還是演員 有伴奏 有念唱的 這些把音樂也結合在一起 這樣一個情形 那應該怎麼講 還有舞蹈 舞蹈稱為舞 還有一個是念唱 因為你聽得他好像在念又好像在唱 其實有時候弄不清楚 其實有時候弄不清楚他是念還是唱 這個時候稱為 搖 稱為搖 大概也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還有一個是在奏頁的 奏頁的 又稱為 hoy asikata 一個是奏葉的 這個 那其實有吹笛子的 就是笛子的那個樂詩 那這個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有 反正後面都加一個什麼什麼kata 打小骨的 以下列推了 大概是這樣 那這些全部結合在一起 就成為一個冷的一個舞台劇 好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這個是有關於冷夜跟狂言的部分 那各位再看一下那個PowerPoint這邊 有左邊這個是狂言 就傳統的喜劇 然後另外右邊這個就是這個怎麼講 從能演變過來的一個歌舞劇 那下面我們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文化 我都記掃時 遇加曹子 這個遇加這兩個字字面上的意思 其實是伴侶的這個意思 那麼如果你要把它全部翻譯成中文的話 叫做同伴的故事 也許也可以這麼翻 其實我用一句話帶過去大家要很清楚 漫畫就是漫畫 日本最早的插圖漫畫 就是我都記掃時 就是這樣子 那麼它是日本士廷時代的一個大眾文學 也就是說意味著平民的階級 平民的階級可以享受到這個文學 那麼這一塊的文學也高度的發展 到平民的一個階層裡面來 因為貴族已經衰落了 從那個 上次我跟各位講的 那個所謂的 Oni no Lan之後 這個在京都的貴族文化 開始往日本的世界 各地方流竄了 之後我想很多的那個 本來貴族才享有的這個文化 就會到地方上去 那這個尤其是這種 Otoki Soushi這種東西 是作品大部分取材來自於民間的故事 而且它可能有一些 加添一些很有趣的一個內容 所以很受一般老百姓的這個喜歡 那這個作者其實也層面很廣 他不是只有作家去寫 僧侶他也去寫這個 隱世他也去寫那個平民他也可以寫 那像這個最後一名的故事就是 這個Otoki Soushi裡面的作品 各位都知道了 這個就是Otoki Soushi的一個代表的一個故事之一 那這種類型的大部分都是短篇的散文類的 那其實是一種過渡性的文學的題材 可是他這個把平安草時代貴族的文學往下拉 拉到這個平民文學 一直拉到江戶時代之間 填補了一個在平安時期一直到 江戶時期中間一個空白 而讓平民可以去享受的一個文學 大眾的一個文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麼比如說這個胡氏曹子是用甲名來書寫的 又稱為甲名曹子 Ukiyo Ukiyo Soushi 這個就不是用漢字寫的 而是用甲名來寫的 這樣子的一個甲名曹子 那麼尤其平安時代的故事 都是記錄在那個卷軸滾動的小圖片上面 那到江戶時代的時候 其實他就出版業就比較發展了 所以這個中間來把這個所謂的插圖的 這個我稱為漫畫的 我都記錄是這個東西串在一起 流傳 那為了讓大家更能了解他的表現 而且比較內容豐富有趣 所以插圖很多 插圖很多 這就是大概他這樣子一個受到喜愛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都記錄是裡面的故事 包括對世俗的一些人性的一個描述跟關懷 然後第二個是大家最愛的 談到愛情 婚姻 家庭的一些描述 另外也有一些所謂精神上的一個問題 所以精神上的問題就是說人類要追求啟蒙 啟蒙就是很嚮往新的東西 我不懂 有人家帶頭讓我去了解 那另外一個就是心裡面不是很安穩 對於自己未來充滿了不安的時候 就希望跟佛 佛教有所節約去接觸 所以跟佛接觸 那甚至於有人喜歡武術 喜歡冒險 喜歡鬧劇 還有對人類這個幻想 超自然的一種幻想等等 他的內容是無所不包的 這個就是我都記錄是讓大家喜愛的一個地方 那雖然他是用故事的方向去表現出來的 一種大眾文學 可是我要講說他其實這個故事 就是歐朵記錄是主要的目的在哪裡 在娛樂大眾 在娛樂大眾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PowerPoint這裡面有很多 這個看一下 從廉昌一直到江戶的短篇說話局 有這個五家物 生旅物 庶民物 一類物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每一個都非常受到喜歡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一寸法師 就屬於庶民物 庶民物他是更能普及的 一般老百姓都很喜歡看 而且看得懂的這個東西 大概我們這張是第五張就上完了 然後